就是去合比法 我在比利時買了一個行李箱 就是那個牌子的 然後那天拆下來 要從房間要拿下遊覽車的時候 我老公就說 妳幹嘛拆啊 會被刮到耶 我說我不過就是從飯店 拿到我們的遊覽車 遊覽車怎麼會被刮到呢 對不對 我老公說不是啊 妳就不要用 我說不會 然後我就 那個行李箱就下去 我們全部人在遊覽車 所以他抱著箱子 然後跟著一起去看 不是 全部人都上車 然後他怕坐不下 他還自己坐最後一排 不是 整團都上車了 我就只看到司機 我老公行李箱 然後所有人的行李箱 都已經上遊覽車 我想說我老公這樣在保護他 應該沒 鍾萍哥你可以先下來嗎 應該沒問題嘛對不對 遊覽車就把我們載到了下一個點 然後飯店 然後我一下車拿我的行李箱的時候 被刮了三條 喔 可是上遊覽車一定會刮的啊 不是 那個三條是 那三條是用螺絲 是用螺絲的那一種刮的 刮很深 我想說遊覽車怎麼可能 結果會不會是鍾萍哥的皮帶 哈哈哈哈 也抱太緊了 抱太緊了 抱太緊了 又旋轉跳躍 結果這邊皮帶頭比較利 重 沒有 你要聽我講 遊覽車這麼大 行李箱再怎麼刮 也不會像螺絲那樣刮了三個 而且我老公站在那邊 守到 最後一刻 然後我一進到房間 我就跟我老公說 為什麼被刮成這樣 我老公說 對啊 我說你剛剛不是在那邊 他說對啊 我說那怎麼刮的 他說沒有 司機就把你的箱子往上面一直塞 塞了三分之二塞不完 他又拿下來 放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就看到刮啦 哈哈 他其實是很想跟你說 I told you so 然後再看一下手錶 哈哈哈哈 我說那你守在那邊 守到最後一刻的目的是什麼 看他被刮啊 對啊 他說這就沒辦法 我不就跟你說會被刮 是啊 如果我沒有在那邊看著 不要說三道 搞不好九道 沒有 我覺得如果他沒有在那邊看 反而司機沒有那麼大壓力 可能還不會這樣子 對 而且他當下看到他應該要上來跟我講 他忍到下一間 重點是他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他為什麼不把你的行李箱 他第一個放進去就不會被刮啦 對 他在那邊守到最後一個耶 確定他會被刮在那裡 他在上車 他就是想弄你 他就是想要激怒你 誰說你有事沒事就要看手錶 很敢的東西 對啊 對啊 大家都知道在台北找房子非常麻煩 如果你沒有很多錢的話 你要挑 那我那時候跟女兒住在一起 那我網路上找很久 終於找到了一個套房 我覺得很棒很便宜 我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哇 我已經找了兩個月都沒有找到那麼好的 然後我馬上打電話給那個房東 他說好那你馬上可以過來看房子 我說很興奮 好好好 OK 馬上聯絡了那個女友 就傳那個網址給他 他覺得 蛤 那麼好的房子 你肯定租不到 不可能的 我想說啊 為什麼我剛剛已經跟房東講了 他叫我們現在去看了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現在就看了 我到那邊 有一個人下來 然後 就是 先走 然後房東也下來 我說 那房東現在可以看嗎 不好意思 剛剛已經有人先看了 他 其實說他要租了 所以已經租給他 不好意思你了不起了 就這樣子沒了 真的 那他到底叫你去幹嘛 就是因為 我去的時候 這個也是被攔弧啊 對啊 搞不好今天有八個人打來 他當然跟這八個人講說 沒關係你來看 我在這邊等你 對 誰知道 人家一來了 可能就下訂了 就沒啦 對 就是我前面的那個人 就就說好啦 我就可能 如果早二十分鐘就沒問題 他這樣被打的風險很高耶 沒辦法 我怎麼知道這八個人 今天誰要來 誰會租 所以你 平常帶大家看房子都是這樣是不是 對 都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要下斡旋啦 你下斡旋的話 我們才有立場 幫你跟屋主講嘛 謝謝 差一點點到 你家有烏鴉嘴嗎 是你還是你老婆 我家 就我老婆啊 最近不是世界盃嗎 是 然後我會去買那個運動彩券嘛 然後我自己買喔 我都很會壓喔 我都會小贏一點小贏一點 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那這一場關鍵的那個 德國要打韓國 搶16搶 怎麼了嗎 就他們就對了 你看他們身材 一定是德國贏嘛 對啦 不用想就知道是德國贏嘛 德國那一場 最後你們什麼人去吃宵夜是不是啊 但是你看 我跟你講 謝謝 你講到重點了 大家都覺得是德國贏對不對 對 也韓國人都覺得是德國贏 我就要壓那個爆冷門 我就壓他們平手跟 我要正確比數 韓國贏德國一分1比0 然後看到最後的時候 槍響錢是不是1比0 對 是1比0 對 結果他們手你們也是衝出來 就去吃宵夜了 我老婆 我就跟我老婆說1比0 我中了 我爆了門 我中了 我要去領錢了 我老婆就說冒出來 搞不好槍響錢的韓國還踢進一球 就進了 他們那個就衝出來 然後就咻 然後我就 我本來1比0很多賠率的 然後瞬間變成2比0 就因為我老婆那一句 搞不好槍響錢 他們還會進一球 就真的進了 我整個完全傻眼 我以前很喜歡玩股票 所以我會研究一下 哪個公司比較好 然後你知道我會看報告 然後在家裡你知道想買 女朋友會看 他說你做什麼 我就會說 我就想投資錢買這個股票 他會看說這個一定會賠錢 我說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這種人他什麼都不懂 因為他沒有學這個東西 對他工作也沒有關係 可是他覺得他對的 他就會說 他說他有一個店復 要聽他的話 然後我就故意地說算了 我就投資錢買這個股票 過幾天 知道這個股票 我就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好煩 那我就在家裡 就向這個股票賣 然後研究一下其他的 女朋友會看說 那這個股票有沒有賠錢 我說有 你可以披嘴嗎 他說那你現在想買什麼 我說我想買這個 說這個你也會賠錢 我說你怎麼知道 他就說就要相信他 他就很了解一下這個東西 好我還故意地還是買了 也是賠錢 所以從哪個時候 你知道我都去在公司 加班的時候 我在公司研究一下 自己買 跟他不說都OK的 那所以我們要講說 他到底是烏鴉嘴還是沈玉眼 因為這只有隔一線之隔 對不對 像他剛剛有時候 說這個很準很準 但是他 預言成真的都是壞的事情啊 可是有時候 他預言 居然還讓這個窘境 化形為宇 不可能 真的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 我女朋友就是 我還是學生嘛 我跟女朋友之前 就是大學的時候 就是想要一起上一樣的課 是吃牛肉麵的那一個嗎 對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他讓我就是 反正是那個嘛 就是然後我們一起上課 然後一起下課 然後好好上課嘛 到底要上上課課 下下課 就是我們比較乖 就是我想表示這一點 反正是 不管 反正是我們快要考試的時候 考學不是老師都會花終點嗎 然後花終點的時候 老師那時候說 這個題會考 那個題不會考 我們都會花嘛 會考的打圈 不會考的打岔 然後我們回家開始讀書 考試前一天 因為我們都已經讀好了嘛 我就想要複習老師會考的題目 但女朋友一直說 老師說不考的東西 我覺得你一定會考 你要跟我一起讀 然後我就發現 他一直逼我 反正我已經讀好了 我說算了 一起讀讀看吧 我讀了之後考試那一天 真的全部都是 老師說不考的那一題 全部都是 我那時候真的很感謝女朋友 那時候的成績是我實際上就是 第一次拿到那麼高的分數 那你女朋友很厲害耶 超厲害 超厲害的 你知道啊 對啊 你想說是不是 沒有 什麼意思 其實他也帶老師去吃過牛肉 比較常看得到一些油膠原本啊 對 反正我那時候真的很感謝女朋友啦 對 化險為疑 對 但是我之前前男友也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是烏鴉嘴 都希望他不要講話 然後有時候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有個朋友 他其實也是跟股票有點關係 他是買基金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最近想要理財投資啊 然後 那他就跟我說他買了一張基金 現在已經賺了百分之二十了 我說說真的喔 他說對話才短短時間 他覺得這個很看好 他就說如果我喜歡的話 我也可以買這一檔 我就說好好我考慮 我那前男友就在旁邊說 我最好不要跟著買 基金這樣漲漲跌跌喔 搞不好會賠錢 然後打他你知道嗎 我想說人家都買了 我就打他 所以他講這句話 我就放在心裡頭 我就一直沒有去買 就最後一個月後 我朋友打來告訴我說 原本就長得好好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前男友講完之後 他就一直往下這樣跌 往下這樣跌 往下這樣跌 然後他說他現在已經賠了大概 百分之三十了 沒有賺就算了 都已經賠了 然後他現在也不想把他輸回來 因為就會想說把他放在裡面 可是他就很生氣 說你那前男友 以後叫他不要講話好不好 可是我最後掛了電話 我就心想說還好耶 我那時候聽他的話耶 不然我搞不好我就是 真的耶 因為那時候錢辛苦苦賺了 如果就是這樣聽 對就沒有了 也會覺得很心疼 但是那時候我就是想說 好吧 算是有點話 話顯微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也就是 一兩次給他們 種到這一種的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 大肆地發育眼 對 然後就開始小掰了 對 而且講也不講好話 對 他每次講說 你一定會怎麼樣 都一定要講壞的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訂閱我們的 二分之一強 YouTube 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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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